抖音上的朋友们南昌会议啊 他们邀请了像创维TCL孩儿 我们可以听听家电三巨头 关于江西的这个分布市场 有什么可说的 我在江西南昌的朋友小熊的 这朋友圈看到他们说 7月10号到7月20号 他少用一度电 国家还要给两块钱 而这个消息是说明 整个江西是个缺电的这个地方 我们你好光伏的粉丝朋友们 我们这回有机会 线下相见 感谢各位 相信我们干光伏 感谢观看